1 2 3 4 I want to hold It's first my voice I am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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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臟這是我跟潘若提取的 拜託 肺臟肺臟你還跳得起來 用精油往下輸 然後愛啊啊啊就跟他講話 這是肺臟起來精神疾病對不對 不論是酪梨 蘆筍 薑 鳳梨 茴香 它會有一種刺激消化液的分泌 以及刺激腸胃道的蠕動 這種貼心的這種所謂的小點 就需要一雙很有愛心的雙手 對啊 一下 會不會把竹簾都捲 竹簾不要拿不出來 沒有… 薑不能用喔 沒有 蔥不要這麼嚴格 蔥薑是用啦 蔥薑薑可以用嗎 是不是啦 對不起 我太無理了 長得漂亮 怎麼心情長那麼漂亮 這個牛棒它有一個別名叫做 疼沒菜嘛 對 異形古形 其實它裡面就是因為 精胺酸膏 精胺酸會墊成所謂液氧化氮 那液氧化氮會讓我們局部的血管 衝環 所以剛剛吳師傅他那一碗 都在挑這個牛棒式 了解… 是不是 就是我疼沒 核骨下幾乎可以治百病 然後我們的手心要向自己 我們的大拇指由外側垂直的按下去 會酸麻到手 關鍵藏在細節裡 不要說你不開心 大家晚安 我是Selina 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有脹氣的困擾呢 一吃飽飯 肚子就好脹 坐立難 到底吃什麼食物讓我們可以吃得很飽 又不會有脹氣 用哪些食物可以讓我們消消氣呢 潘老師告訴你 沒有錯 今天我們要教你啊 少吃會脹氣的食物 要多吃會消氣的食物 節目裡面要告訴你 脹氣食物 紅黑棒 包你排出一肚子氣 歡迎參與討論的專家們 還有嘉賓朋友 歡迎 老師你剛剛說這個脹氣 我知道脹氣好像很危險 我們平常只是覺得肚子好脹 好像就是很好笑會放屁啊 但如果脹氣脹到肚子 通常趕快去看醫生 不然可能會奪命是真的嗎 那個機會非常低啦 確實沒有錯 當然我們有一些腫瘤 也有可能有脹氣的問題 不過通常來講 像這種這麼嚴重的 這個所謂腫瘤性的疾病的話 它除了脹氣之外 它還有可能伴隨著 有其他的症狀 我們會有脹氣呢 彭醫師 其實剛剛講比較嚴重 可能會是一個 比較身體嚴重的疾病 我們最常見還是這種生理性 意思就是說 我們腸道是一個管子嘛 只要下面堵住 上面就會脹起來 這是正常的 那下面堵住的情況 有時候是便秘 你上廁所上不出來 有時候可能是 你的腸道蠕動不佳 那它又一直裝東西進去 越膨脹 越沒有彈性就會脹 再來就是吃飯的習慣 可能也沒幹嘛 可是吃飯會 一邊吃飯 一邊聊天 你就把很多空氣吞進去 然後就吃了一個便當 然後吞了三個便當的空氣進去 那你一定會就是比較容易脹 再來就是那個食物 你可能吃太快 你吃太快沒有充分咀嚼的時候 它還是會產生很多的空氣 或者是那個食物本身就會產氣 例如像豆類 豆漿 或者是太辣太油的東西 都有可能 還有就是跟睡眠相關 因為腸道的蠕動 是跟我們的自律神經相關 如果你睡眠不好 壓力大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充分的收縮 以及很好的消化吸收 那它就會越脹越大 就剛剛的情況 到時候彈性又不好了 但是它跟身體的 講到這就傷人了 吳博士也要補充的 脹氣這個事情 也可以是小事也可以是大事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才28歲 他其實之前他就跟我講說 他的卵巢有長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沒有太去注意 因為醫生說 你六個月以後再來追蹤 就在那六個月之間 他一直跟我說 我覺得我最近這邊胃很脹 他一直跟我說他胃 然後他就去看腸胃科 然後他一直還叫我摸他的胃 說好脹 你看裡面都是氣這樣子 結果後來有一次他打電話 跟我說他現在急診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醫生說叫我馬上開刀 結果他就發現他肚子都是腹水 變出來是軟巢癌 所以那個不是脹氣 是腹水了 已經是腹水了 所以他就是癌細胞 這很嚴重 對 侵犯到腹壁刺激 他就一直分泌一些就是液體 那這些水在身體裡面的時候 他其實這種脹是很難忍 所以他很能忍痛 他很難 他一直 這太能忍 因為那不是會引發什麼 而且他也沒變瘦喔 因為他是一個很會運動的女生 我們先來一個健康的隨堂考 因為其實在日本有研究說 脹氣的問題會隨著年齡的增長 越來越頻繁而且嚴重 所以不知道觀眾朋友 有沒有這麼困擾 但我們先有一個簡單的隨堂考 請先 就當你有身體有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來 加口先 打嗝 打嗝 我就會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會真的會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樣動一動 他就會有更多氣會出來 好 這是交口做法 家喻姐呢 打嗝 如果是那種 我正在拍戲是那種這樣 對 連續的 連續我就 來 打嗝 你叫別人嚇你 我叫別人嚇我 天啊 這隔還沒好大 就先破了吧 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我最有效的方法 那胃脹氣時你會怎麼做呢 胃脹氣 胃脹氣 這是我跟潘若吉學的 胃脹氣你還跳得起來 然後動一動一動一 那我們女生穿高跟鞋 有時候根本沒有辦法 讓你這樣隨時都可以 又扭脖子又跳舞的 那家喻姐 你胃脹氣的時候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 我真的天天都有胃脹氣的問題 我知道 對 胃脹要嚇你下的 那是打嗝啦 這打嗝要對不起 不是 你知道嗎 我不是就是 曾經認識一個氣功師傅 他是叫我用這個 這個手指頭 我們的胃頭這邊 有沒有 我就這樣 往下梳 就是往下 這是在外面的時候 那如果是一個人很近的時候 我就會用精油往下梳 然後按按按按就跟他講話 就說對不起 媽咪今天又忍不住吃奶自品了 又吃了一塊巧克力蛋糕了 對不起 明天不會了 就是我會跟大家一直講話 這是胃脹氣還是精神疾病的 還是胃脹氣引發的精神疾病 也有可能 我都有 我都有 好 那第三個 放屁的時候你會怎麼做 放屁還有去解決他的問題嗎 當然有啊 我知道 放屁 太明顯了 你就到遠處去 不行 這種要 因為我是不會去忍放屁的 所以我就說臉皮比較厚的人 他才敢 像我一定是動都不敢動 就讓它熄掉 就把肛門關起來 所以這樣比較會脹氣 是 可是我沒有辦法這麼厚臉皮 然後就很擺明的說等一下 可是我看過人家這種很擺明 在那邊憋屁這樣 我吐頭 放屁 沒有啦 不是 不是 真的就是你又要跟他講話 就是我現在在公共場 請你把它洗掉 我就會一直 你又會對話 對話 我會跟我身體所有的地方對話 好 這是我們兩位嘉賓 針對打嗝 放屁 還有胃脹氣的處理方法 那請我們的潘老師 來幫我們解說一下 基本上來講 我們的這個肚臍以上 通常是屬於胃脹氣 肚臍以下的話 就是稱為腸脹氣 那所以因此 這個打嗝就分為兩種了 一種是 每次打嗝有沒有氣出來 如果每次都有氣出來 這就叫有效率的打嗝 那另外一種是沒有效率的打嗝 就是你一直嗝嗝嗝 但是它根本沒東西 不過這地方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是我們有案例 就是說它一直打嗝 而且是無意義打嗝 然後按照剛剛你的下法 吞嘴都無法解決 原來是一個腫瘤 在隔膜上 因為這個隔膜壓迫到了這個隔膜 所以使得隔膜收縮 所以它一直在打嗝的東西 但這個案例很少 不過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例 這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這個胸腔熱磨的位置 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壓迫到 那如果說是在腸子本身 你已經講到是在放屁了 就表示是有意義的了 它並非無意義的 對不對 基本上來講我們並不是很主張 你去把它憋住 對 就像剛剛我們的吳英榮 吳老師講的 我們不主張 那這時候你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想辦法找一個地方 帶一個十分鐘二十分鐘再出來 通常十幾分鐘以後就差不多 對 因為基本上來講 散步跟按摩 以及出去 這樣做法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做法 對 而且我們大家都要學會怎麼樣 讓身體可以很健康 傾聽 傾聽身體的聲音 然後跟他對話 對 所以潘老師就要告訴我們 其實消臟器是有撇步的 特別是哪些食物 是消氣的聖品呢 對 我們今天的食物 也就是說 紅綁就是說呢 是幫忙消氣的食物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大概變偏紅色 那你可以看到 不論是 都可以幫忙消臟器 為什麼 它會有一種精油 或者是所謂的辛香料 它會怎樣 刺激消化液的分泌 以及刺激 腸胃道的蠕動 另外就是 幫助消化的酵素 像木瓜啦 鳳梨啦 這些都是會幫助消化 這也有幫助 所以 飯後吃木瓜鳳梨 是可以幫助消臟器 甚至可以幫助消化食物的 那如果你吃了很多 蠟進去之後呢 因為會造成水腫 包括黏膜水腫 這時候就會造成臟器的產生 因為腸胃道蠕動會變差 所以因此呢 這邊才會有一些 高甲的食材呢 可以幫一點忙 像蘆筍 酪梨啦 高甲的消水腫的食材 會幫一些忙 我們馬上就請吳師傅來帶來 第一道消臟器料理 大廚師傻人嗎 嚇我天啊 我想說剛你有點打嗝啦 嚇你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我們在做一個 鮮蝦酪梨卷 那其實在酪梨的一個挑選 非常重要 有時候我們買回來的酪梨 切要剖下去 怎麼全部是生的 還是硬邦邦的 那種酪梨你吃起來 口感就很差 那種如果切到那種酪梨的話呢 你也不要擔心 你就乾脆去拌一些 橄欖油 油汁的部分 吃就吃脆的 不然你把它剖開再放 它很難又會收成 所以最好的話 你這個酪梨 挑外殼的部分是黑色的 黑色的 你這樣摸起來 它有點軟軟的 那表示說 你看它的香氣就有了 來這個我們就直接把它 切成長條形 你看這樣剖開是有半顆 另外半顆 你就含它本身的一個果皮 然後紙 保鮮膜包起來 就放在冷藏就好 那酪梨本身呢 其實我們也稱為它叫做 油脂的口感 是你自己瘋的吧 我怎麼沒聽過 沒有 你光這樣子 蘸那個芥末 蘸芥末跟醬油膏 你吃起來眼睛閉著 它真的很像 鮪魚 黑鮪魚 它那個肚子 那個透露的部分 這假的 好好吃 那如果這樣吃多了 鮪魚會有鮪魚肚 吃多酪梨會不會有酪梨肚 不會 酪梨熱量是不是也蠻高的 可是它是 好的 好的油脂對不對 它在營養學有一部分的人 是把它歸在於油脂類的 對 而且它的油脂是好的 它都是所謂的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大概佔了50% 對 像美國心臟協會就說 這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它會降膽固醇 對 所以它的油跟別的油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覺得酪梨好像沒有很甜 應該糖分不高的水果對不對 對 糖尿病人也可以吃 而且它的形狀 再重點來說有點像子宮 所以我們女生保養 吃酪梨對身體非常的好 可是夏天是不是不太好買酪梨 它有傳記 我去好多地方買都說買不到 不會 現在滿有氣質的 現在它幾乎我們現在的酪梨部分 第一個它如果不是氣質的 它是進口進來 那你往台灣也有種 好 台灣就有 我是沒有去過台灣的 就美國如果都買不到 像你外面買到的 大部分外皮都是綠色的 就是那種有顆粒的那種 有顆粒的反而它的香氣會更好 有顆粒它比較小 我們就說了酪梨 酪梨就是黑色小顆的那一種 那這個像這個是比較長一點 那有人會買酪梨回家當水果吃嗎 我會 我超愛酪梨的 因為單吃沒有味道 沒有 我就配麵包 因為我就想要代替奶油 它就醜人家的奶油 對 就是說它不是水果 它就叫酪梨 老師的意思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它能夠取代你日常的用油的話 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取代日常用油 再加一顆的話 那你一定胖死 沒錯 其實基本上 你如果做菜的過程 你要放無鹽奶油 我情願你放一塊酪梨去 增加那個油脂跟香氣 對 所以酪梨可以放進去當油 它會花掉 都可以 你把它倒成泥 其實它的用途 我幫你剛才有說 你可以拿來蘸麵包 對 我都拿來配麵包 幫醬來使用 其實在酪梨的維他命E 對我們的皮膚光澤 或者是我們的腸道的 就是抗老化的部分 效果都非常的好 那請問這個 消脹氣的這種效果是多快 因為其實說實在 我是一個非常容易配合藝人 今天要來講脹氣 昨天晚上我就大吃大喝一堆 量性還在脹氣 所以是 其實製作單位有這樣要求你嗎 是沒有 可是我這些經驗嘛 對 意思是說脹氣的時候就趕快吃一片 酪梨就消了 其實我覺得酪梨的效果沒那麼快 不是 這個意思 不是 這個意思不是這樣的 這個意思是說呢 你平常吃東西的時候 把你的飲食裡面 比較會讓你脹氣的食物要盡量少吃 然後吃一些比較不會脹氣的食物 這樣你才不會脹氣 不是說你現在脹氣 它不是治療的感覺 對 其實剛剛派老師講的這幾張 如果說比較 比較能夠快速解決脹氣的是薑 薑 對 可是薑也不能當 就是你現在正在脹的時候 那你覺得要趕快讓它排出來 還有那個蘆筍是那個 阿蘆筍 是綠的 是 我每次都搞不清楚那個白色的 所以我現在其實是要吃薑 但是我也要吧 這蛋皮怎麼弄那麼漂亮 它那個油少慢慢煎 這個蛋皮也把它煎好了 好美喔 那你現在蘸一下醬油膏吃 一點點 像南部人吃酪梨都是醬油 南部人吃酪梨都是醬油 蘸醬油 蘸醬油 這樣可以嗎 都可以 夠了 它味道就會改變 對 其實一般好吃嗎 好不好吃 嗯 嗯 嗯 真的耶 這時候有黑鮪魚的感覺嗎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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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一個 對 少了一個 蘸醬油 真的滿不錯的 有一種綿密 然後濃濃的 對 你看 我偷了一片要五百塊 那我們就在家裡蘸這個 醬油膏加蘸醬油就好了 只要把老公眼睛那個汙起來 就監視我老婆餵你 然後再拿那個店 那邊買的 那邊賣鯉魚 一片一片餵餵有沒有 然後裡面都是放那個酪梨片 然後更重要的是 虛暴公帳 對 真的 真的真的 不是我教的 好漂亮的這招皮 好 來 這個蛋皮好了 好美喔 再來 像這一種貼心的這種 所謂的小點 就需要一雙 很有愛心的雙手 對 而且這是最靈魂的 對 對 像蛋皮就 不是 不是 又不是跟班 像這種蛋皮這種 就一般的活就讓大廚做 最精細的要讓二廚來做 對 所以這捲起來 捲得漂不漂亮 好不好看 這個就關於說 他適不適合當一個好媳婦 最重要這捲起來 我們到底能不能吃到 那是很重要 他肯定覺得皮破掉了 可以啦 為什麼好媳婦的蛋皮 就這麼像 師父你講好媳婦就不對 因為我公伙已經沒有選擇了 喔 喔 他們被迫接受這個食物 海苔上去了 對 然後酪梨幫我排一排 海苔是沒味道的嗎 對 海苔本身就有一個海味 你看海味又加酪梨這個油脂 所以你吃起來又 你這樣可以嗎 你這樣子不能捲嗎 你這樣還不能捲吧 對 撒根斑 會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為什麼這樣排這樣可以捲 這樣他們會很 要需要練個瑜伽 不要水 不要我不要這樣 水現在不下 我真的好 我很好 再加上去你看那個 我喜歡味道清淡一點 對 我現在做味道清淡的 不要逗我啦 你 糖咧 還要糖不要了啦 你沒有做一個日式的味道 你沒有味道在裡面 這怎麼吃啊 味靈在哪裡 味靈 我真的好像有味靈 糖一樣二個 不需要味靈 對嘛 需要再多點醬油 你幹嘛啦你 小心 這個料實在是太奇怪了 我覺得我現在開始瘴氣 你會不會 這樣可以嗎 這樣怎麼捲 你這樣排不能捲吧 撒根斑 會搞不清楚 為什麼這樣排這樣可以捲 這樣他們會很 要需要練個瑜伽 所以你可以先跟我講 你不要 剛剛刺起來像Toro 你就把他們買的都是Toro 有沒有 這邊是比較寬 對不對 這邊比較窄 所以寬的在外面 窄的跟在一起的話 就一排啦 這樣比較好翻跟斗 好 來這邊 沒關係 等下都會剪掉 好 那你先走開 我先再一次 好 師傅我來排 我跟你講這邊是寬的 大大這邊是窄的 這樣子我認為是 就剛剛好的寬度 你看是不是 超美 超美 怎麼會是撒根幫 對 滿有天分的 還有排兩隻蝦子 蝦子 一樣嘛對不對 你是這個 你看 橘反山 對啊 要反過來吧 對 不是好捲啊 好 好 蝦子放上去 OK 好 對 好 要捲囉 捲了 來 直接捲囉 對 來 壓一下 要不要把竹簾都捲 竹簾等一下拿著竹簾 沒有 捲進去 好危險喔 所以黏忍 原來竹簾 有有有有有有 對 竹簾記得拿出來就好 左右是不是在進去 其實我本來以為竹簾 會捲進去 上次看了師傅示範才 對 然後竹簾簡歷 待會連竹簾一起吃 對 原來竹簾 你怎麼就這樣捲 裹個捲 他的若黎一直跑出來 可是我覺得真的很高難度 因為兩個東西都那麼滑 所以你旁邊要稍微顧一下 所以力道什麼 你要把它抓好 對啊 這 這個很難耶 基本上那個捲 在家裡用餐巾紙 可以代替 對 餐巾紙 這樣就完成了嗎 或者是別卷 就一層蛋皮一層 全部的鹹味餃餘 我們就用這個醬油膏 預備從大滴小滴 一直把它點進來 是不是應該喜歡跑天名聲 好 就點點點 簽個名 好像很傷感 把它切塊 來 等一下史尼亞 包著這個補充住你看 你看 哇 覺得不錯耶 美佛生壽啊 這真的是 這道菜真的是可以 對啊 好美喔 師傅 我可以吃這裡嗎 他用牙籤 很有興趣 偷吃的下場 還要再沾一點 來 你看這樣上菜 心情生生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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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動 來 你們吃那邊的熬 我這樣搭配啊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一些下的 他這每一點在醬油上 正好可以這樣沾一下 真的 看那個蛋的金黃色 就覺得好好吃 還可以選擇沾大點小點 好像海味 好搭喔 貝瑋瑜 真的 我這個剛好 正好是露鯉片要扮提光 我沒有吃到 剛剛這是幾顆蛋 這樣的蛋皮是幾顆蛋 兩顆蛋 其實用一顆半左右 這邊還有一次 我的毛好好吃喔 這個海苔好搭喔 這海苔加分很多 好吃 而且我想說 蝦子都要把你跳了 剛剛朋友說裡面沒有綠色的 這什麼蝦 可以加一些什麼生菜 這一般的 譬如像炒蝦或白蝦 其實都可以 那它用水燙的嗎 這個是煮的嗎 其實我是水滾的時候 把蝦子丟進去 它就用泡的 這樣子 這樣很脆 對 讓它熟度 不要太老 甜味都還在裡面 不要去滾 對 酪梨跟牛奶打成牛奶汁 給小朋友喝 這樣對它是有好處的 對 尤其是在豐胸的效果 因為他們在發育期 我剛剛說它都是好油 其實我們腦部的發育 需要這種好油 像軟磷子之類的成長 所以我們如果多吃這種 若你對發育期小朋友的 這個健腦部分 還是有幫助的 好 吃完了第一道料理 接下來是我們大明星 要來上菜囉 我們又準備了12種 蕭帳械料理 就是很像大家冰箱 你一打開 媽媽會有很多剩菜的概念 所以你們要示範好 因為上一次那一道 我真的有點害怕 有點覺得 這個單元其實在懲罰我 可是今天我跟嘉瑜一個團隊 我覺得是一個災難 因為廚房裡 廚房裡最怕就是 兩個都很會做菜的 兩個主廚就糟糕了 對 兩個意見不合你知道 他也很會做菜 我也滿會做菜的 所以兩個加起來 不知道會使出這樣的災難 而且你們還要那個 各品運氣 因為你們兩個人 各有兩個食材可以抽 我們就先開始抽 然後可是合作一盤菜 合作一盤菜 所以先抽 而且五道 總共的食材都要用到 對 都用到 打開來你打 對 好 我來猜 好 來 第一個食材 就不要鳳梨 不要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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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七號我們來看 鳳梨才好 我覺得我不 鳳梨 是什麼呢 牛棒 牛棒 有牛棒 牛棒 OK啦 OK啦 好 來 Jaco抽的第一個食材 是幾號呢 你直接跟我講幾號好了 一號 十二號 鳳梨 十二號 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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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蘇梅 紫蘇梅 好奇怪 我不會紫蘇梅耶 我跟你講我們當更厚甜點好了 先不要想 先不要思考 先把食材都抽完 不用怕 就這樣氣好了 這是六還九 九號嗎 下面一槓 九 九號 我們這裡我們看一下 什麼食材 鳳梨 你們越不想要鳳梨 越不能抽到 這真的是鳳梨跟紫蘇梅 鳳梨 鳳梨跟紫蘇梅 它味道差不多 好噁喔 一個甜甜酸酸 一個酸酸的 還有香味 然後再牛肉飯 不要再安慰自己了 希望這個是什麼 幾號 三號 三號 三號食材是 來看一下 拜託來一個 白 可以 OK OK 好 你們覺得這樣夠嗎 因為我還可以送你們一道 再來一個 我完全沒做過這樣子的 你們現在最怕抽到什麼 我老實說我好嗎 我最怕抽到酪梨 最怕抽到什麼 好 我來看一下我抽到什麼 我不知道酪梨要怎麼擺進去 我跟你講 因為只要你講最害怕 我覺得最有可能會抽到 這個 六號 OK 六號 不要酪梨 六號是什麼呢 真的假的 我們真的沒作弊 這太玄了 可是我 我覺得我沒有最怕抽到酪梨 我真的是隨便抽 然後怎麼喝在一起 對 我真的有時候 我的感覺是 這些都快熟的東西 好 OK 你們現在就是有這五個食材 但你們有的是吳師傅 一分鐘的時間讓你們討論 計時一分鐘 開始 若瑩其實可以跟我們像是 這樣的做法 這邊把它揮好之後 味道揮好之後 再來 把它補在上面 對…我想要做 補在上面 就是把它做裝飾 就有點像Toro的感覺 那你覺得 所以你也怎麼 不應該切丁 鳳梨 鳳梨可以隨後放 這個也可以點一些 幾個就好 或者是 點了幾顆拔切絲 鳳梨 那牛肉怎麼弄 牛肉怎麼弄 時間到 OK了 好啦 好啦 你們知道怎麼做 但你們一定還沒想好菜名 對不對 我們已經知道怎麼做了 而且我們也不擔心了 因為我們發現這道菜 我們不需要吃 他們吃啊 要吃 我們要吃 對啊 我絕對不是 你們菜名還沒想到對不對 你們兩個想一下菜名 我順便來公布一下 到底還有哪一些 是我們消脹器的食材 剛剛大家沒看到的 首先有生薑 蘆筍 這我們剛剛都知道了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黑芝麻 香油炒一下 以及奇異果 還有這個是 海蛇皮也是喔 超怪的 沒有辦法搭配 這個 這個是 紅蘿蔔 切碎碎的 然後點在那個鈴鐺上 最後一個是 白蘿蔔 我要先把保鮮膜拿掉 白蘿蔔 紅蘿蔔 它就叫做小人生 所以它其實不見得會消脹器 但是它的補養效果 是比白蘿蔔好 但白蘿蔔肯定消脹器 好 兩位 請告訴大家你們的創意料理 菜名是 不知所措 辨蜜料理 修葬器酸甜子酥牛蚌絲 聽起來還不錯 修葬器酸甜子酥牛蚌絲 好 計時開始 好 可以編拿食材喔 有的嗎 這邊好 我們有那個蔥薑蒜 這樣他們有抽到嗎 沒有 不可以用薑 這樣他們沒有抽到 這樣不能用喔 你們沒有抽到 不要這麼嚴格 蔥薑蒜沒用 蔥薑蒜是製作家會抽到給他們 就是送的是不是 對 他剛剛說的 你買菜總會送一點蔥薑蒜 對不對 好 對不起 我太無理了 長得漂亮怎麼心情長那麼多 不過師傅 不用我上去加油 下去 好 蔥薑蒜跟那個豬肉片 是我們節目有 有那個 傻粒俗啦 緯文這招學起來喔 你看喔 這是真的有在做菜的喔 好厲害 來 不要慌 不要慌 我一點都不慌 我慌死了我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牛蚌要不要加點水啊 你可以加點水啊 水在哪裡啊 水在這 這樣夠夠 你不要用 你只要用到就可以了 不要不要 先不要 你現在拿起來是 因為我不曉得 我就覺得好熱喔 好熱喔 你太轉瞎火啊 慌了 整個慌慌了 沒有 因為我沒有手啊 我一直手拿 我會不會這樣很好 這樣很好 你可以把鏟子先放下來 就有手了 跟自己的手對話 因為我有姐弟啊 就沒有人家跟我放鏟子 跟他對話一下 真的 你可以這樣 吳師傅幫你拿著 他是人型置物價 對 牛蚌很耐煮 我覺得不要耶 我們這裡鍋蓋過耶 已經有香氣出來了 會成功 我覺得不要耶 你的那個沖下去 我覺得不要鍋蓋 不要鍋蓋 我怕悶黃 會不會 不太會黃 對 不太會黃 牛蚌不會黃 牛蚌不是會變黑嗎 我們有醬油嗎 有 要什麼都有 先給我水好不好 不要啦 不要加醬油啦 不要啦 不要啊 不要水 水下來了 完蛋了 完蛋了 我很完蛋 鄭嘉宇 你看那個 我喜歡味道清淡一點 對 我現在做味道清淡的 你還是要味道 你不要動我啦 你 我們就喜歡看這種畫面 好重喔 沒有 時間還剩多少 這樣會便秘啦 不會 火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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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呢 還要糖 不要了 裡面最有一個日式味道 你沒有味道在裡面 這怎麼吃啊 我不要吃 你有味道那麼重 沒有 不用衛玲 還衛玲 下來 所以他剛剛有溫 好熱 衛玲在哪裡 衛玲 我真的喝這麼久 我餵你 嚐一下味道 不需要餵你 對嘛 需要再多一點醬油 你幹嘛啦你 小心 因為你不能讓它吃起來 太像水果的東西 你知道嗎 這道菜竟然是夏天耶 對 又想要脹氣 你要吃那麼膩幹嘛 剛剛有說過這個 大豆類也是有點脹氣 我們很有酪梨啊 沒有油啊 沒有什麼油啊 還好 不要緊張 為什麼選到這五樣啊 紫蘇梅已經消失了嗎 紫蘇梅 快喔 紫蘇梅 是水都不休啊 水 不用說到我看的 好 五 四 好嚴厲喔 好嚴厲喔 時間到了 快 時間到了 快慢 時間到了還沒做出來 所以我們也不用試試 快點 我今天真的要用什麼 整個的一個湯 是你可能讓它濃稠一點的 你可以使用這個 木耳 一定要有一些醬去提味 醬的部分不用太多 好不容易啊 都黏在這個 我已經設立這個 最簡單的給你 不容易 好 那這邊都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燒牛棒的人 哇 哇 因為我剛剛在小時候沒有紅的 對 就放上芭蕉粉那個 畫龍臉筋效果就出來 那也算好美 完成了 好嚴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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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了 快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生盤 時間到了還沒做出來 所以我們也不用試試看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要用長的 我覺得這個要用長的 好 用長的 來… 比較漂亮 所以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們沒有離世 只是說有下去嗎 沒關係 反正時間來不及 失敗就好了 我們不用試吃啊 應該不會太難吃了 好奇怪喔 說什麼 因為這個料實在是太奇怪了 我覺得我現在開始瘴氣了 我有點味道 我剛剛是牛棒 我不用吃吧 鳳梨 紫蘇梅 酪梨跟白芝麻 對… 這個再燒一點 給我們一點 把它燒什麼 你把它燒久了 把它燒稠一點 不要啊 這個放旁邊啦 我覺得這真的就是兩個大廚 對… 我的問題 完成了嗎 完成了… 你可以關我 你們不關我 不能關我 讓它收支一下 我就是… 我就是從來沒有辦法 跟雙魚座的人做男女朋友 太好了 他雙魚座的喔 他雙魚座 你什麼星座的 我雙子 都都有雙啊 不是OK嗎 雙子沒辦法對雙魚 這樣嗎 我最怕的星座就雙魚 好啦…這樣可以了… 都是那個… 可以了 是不怎麼… 是不怎麼… 因為剛剛糖放太少 有人說硬要不要放糖 這是鹹菜 今天不是甜點 會一直唸的 沒有 你有放醬油在裡面 我沒有辦法有醬油 又有很多糖 你很愛唸嗎 不會啊 你有沒有吃過日式料 可是我感覺會一直唸 焦頭應該不是只是雙魚座 他應該有其他星座在影響 他比如處女座啊 處女座啊 我上次在處女 因為他覺得很蠻愛唸的 OK了 你們白芝麻 我幹嘛 OK 完成 來 我們評審們請… 這是什麼 慢走… 不… 慢走什麼意思 不是 你不能以這種… 這種心情來吃它 吳師傅一口又一口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師傅有什麼煩心的事 這麼想 可是不難吃耶 我必須要說 各位評審們 請做好你心裡面的選擇 數到三我們一起舉牌 到底這道私房料理 是成功還是失敗呢 3…2…1… 請舉牌 只有兩票失敗啊 我跟潘老師說失敗啊 其他人都很得體的說成功啊 請問吳師傅為什麼 其實在這個短時間內 然後你要完成一道菜 那重點是在還是五分鐘的時間 五分鐘已經站了三分鐘都在吵架 只有兩分鐘在做菜 他還能把它做出來 所以包括他們的刀工啊 什麼整個的做法 其實都滿齊全的 因為抽到這幾個食材 真的相對的在這個短時間內 很難去完成 所以本身它的整個芹味汁啊 味道啊其實都把它點出來 是 就還不錯 接下來呢 吳師傅要教我們的是 第二道消臟器料理 歡迎吳師傅 大廚師傻跟MAM PART 2 傻耶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我們來做一個日式蘆筍拌牛棒 日式蘆筍拌牛棒 剛剛那個家裡沒有抽到牛棒 對不對 那其實 一般你如果有時間的做法 可以像這樣用削的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呢 我們這樣用拋的 那牛棒這個是尾巴的部分 這邊還是 纖維質比較粗 前面比較嫩的地方 已經被你用掉了 那我們這邊也可以讓它變得 非常的嫩 所以你不需要 不會拿刀子怎麼辦 你削起來像削鉛筆一樣 你可以用它 刨刀 來 那一樣 它這個面是不是很大 你一樣可以 就直接這邊畫一刀 兩刀 三刀 四刀 都可以 你這樣子刨的時候你看 它不規則的 它就變一絲絲的 轉過來 都是一絲絲的 有沒有 這樣一上座 大家覺得你刀工很好 對 那刨這個最好看的 還是要交給二廚 這個是 這個這道菜的靈魂 因為這個叫做拌牛棒 所以它是主角 家瑜你可以多吃一點牛棒 那等一下其他人還要畫嗎 因為牛棒 因為牛棒它有這麼橘子 一直轉 橘糖它會讓好菌變多 是喔 對 那因為我就是不喜歡 我就不喜歡自己在家裡 搞東西那麼複雜 我都拿來煲湯 煲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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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隻雞 其實它像這個牛棒 比剛才那一根好 就是它的皮留得比較多 其實如果你要煲湯的話 建議連整個皮都留下來 因為分成那個皮 對 它裡面的牛棒的那個 它聞起來 真的很像人參的味道 我只要有機會出去餐廳 有牛棒的地方 我一定叫牛棒吃 對 然後吃炸 那剛剛整個的一個湯汁 你可能讓它濃稠一點的 你可以使用這個 木耳 木耳 用黑木耳 我的最愛 這一道菜 有一個膠質 它的那個纖維超高超好的 對 那一定要有一些醬去提味 醬的部分不用太多 好不容易 都黏在這裡 我已經設立這個最簡單的給你 還不容易 那這邊都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等削牛棒的人 那個要固定一下 這樣懸空會不會不好 可是我剛剛懸空就變得很細 來 我教你 教你一個 對 就是這樣子 你就放在你的砧板上 就跨著就好 你看到 我剛剛這樣就很細 對 因為很細的部分 是因為你在出力的時候 你可以壓下去 其實它就有一個厚度出來 它會越來越細 像削鮮餅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拋的話呢 它的一個 所謂的料頭的部分也會生多 那不是牛棒 我已經拋到前面都已經養了 它可以生吃的嗎 對 我們建議還是穿燙一下 穿燙一下 就穿燙一下就可以吃了 對… 還是要殺菌一下 對… 因為它會變得太有氧化 這邊我們就拿了煮湯 溜著 對 好多喔 好 你看這料頭就很多了 好 現在這個天氣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子做一個涼拌菜 這回家就要做了 我也是 而且這個你把它爐好之後呢 燉好之後呢 你可以放著在冰箱裡面 你隨時要拌蘆筍 要拌其他的東西 都非常的簡單 那吳師傅我問一下 因為外面現在賣牛棒 也有賣台灣的 什麼日本的 那這不同國際的牛棒 它是怎麼樣 它講不同語言嗎 其實有時候就是栽種的地方 有的是日本栽種 那有的是台灣栽種 要建議你是台灣人 還是吃本地栽種的會比較好 比較好溝通 那你說對 如果它有油泡應該要吃 那牛棒買回去可以放多久 牛棒其實它滿能放的 OK 你只要不要過於的潮濕 讓它外表的已經軟掉 放冰箱也可以 那因為它一條很長 所以你待會兒都會切割 那切割部分的一個剖面處 比較容易氧化 你可以用保鮮膜什麼把它包起來 好 來 在這個醬汁的一個比例 你可以放到兩大匙的醬油 去滷它 滷 對 變成像滷 它也像這次的一個所謂的物主 醬油 那味醂的部分 因為牛棒它本身就有甜度了 所以你的糖的部分 可以減掉一半 所以大概一大匙的量就夠了 所以使用在味醂 那你如果說我今天的牛棒 大約用差不多一整條的牛棒 你可以一滴味醂都不用加 它這個這麼甜 它有這麼甜嗎 因為糖度變高了 我以為牛棒沒所謂到 我以為牛棒沒所謂到 牛棒那個焗糖 像我常常就是 譬如說你剩下那個牛棒 我就拿去燉 電鍋就燉 然後把它放冷 就直接放到冰箱裡 那個當茶喝 非常棒 對 那牛棒本身它就是一個土腥味 所以滴兩滴的一個 用電鍋燉 對啊 滴兩滴的米酒進來 然後就是一個牛棒水 非常好 因為它甲離子也非常的高 牛棒水 它可以就是排鈉 非常好 外面都有牛棒的茶包 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所以你自己煮牛棒水就可以了 對 那你看光這樣煮 本身木耳也有甜味 對 也有膠質 包括牛棒也有甜味 所以你滾出來的湯頭 你不要意外 它就是滿滿都是泡泡 對 你有沒有發現滿滿都是泡泡 對不對 因為有糖 這就是糖混的關係 所以它越煮越香 這個蘆筍 蘆筍 我們今天買到的這個是台灣蘆筍 那鍋子的部分 你底部像這邊 就用刨刀削一削 不要去把它拔掉 後皮不要 這邊還是有一些纖維質 這邊呢 下一點點 為何 這關俗稱內關心胸胃 所以你有一些心臟的疾病 容易心悸 或者是容易腸胃不適 容易打嗝 或者是脹氣便秘的話 我們按這個穴位 效果都非常的好 另外一個穴道就叫做 一般我們刺激的時候 就是脊掌 像這樣子 兩手脊掌 就可以按摩到我們的勞工穴 合骨穴 它幾乎可以治百病 它說我們大腸的筋絡 從我們的食指沿著我們的指縫 大拇指由外側往我們的小指的方向 垂直的按下去 會痠麻到手 好有感覺喔 這邊呢 下一點點的鹽巴 為何 來 第一個讓它有味道 第二個做一個殺青的動作 為何 我好像煮很多青菜類 不管是什麼蔬菜 綠色的 放了鹽巴以後讓它定色對不對 那顏色好像比較穩定 太多反了 有時候太多反了 它雖然會有味道 可是呢 它會變成水有點黃色 因為它跟菸菜一樣 所以其實點一下 大部分都是讓它這個梗的部分 有沒有 吸收一些的鹽分進去 吃起來不會說 吃起來就不會那麼的 所謂的美味到 或者是那個深色味 而且為什麼吃蘆筍 上廁所都有一個 蘆筍味 那吃很多吧 沒有 就日本料理尿尿 那個尿 你只要吃一根就好了 不然師傅你拿吃完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寒流的化學物質 光乾淨很高 那寒流都有那種味道 蘆筍真的味道 真的超特別的人性 而且我覺得孕婦要多吃蘆筍 它的葉酸超高 它是所有的那個蔬菜裡面 算是一二名的 對 它大概吃一小碗 大概還達到我們一天 大概70%的需求量 我現在懷孕 她就應該多吃蘆筍 對 為什麼 對 孕婦 葉酸 葉酸 葉酸它是葉問的一個朋友 她會相信 來 蘆筍呢 我們現在要泡冰水 蘆筍 蘆筍還是保持它 汆燙熟了之後 有一點甜味跟脆味 會比較好 那這個呢 我們也把它火關起來 你可以直接泡在這個醬汁 就好了 你就不會浪費瓦斯 直接泡到它冷 冷了之後 它的味道也全部都泡 把它就是綜合掉了 這樣子你又不用說 一直滾滾 等到你覺得說已經入味了 這樣子滾 像這個部分 來 我這邊就有滷好的 所以說再加個十分鐘就對了 或是擺在那邊 讓它自己在那個滷汁裡面 對 所以內鍋水溶性的纖維 跟非水溶的都很高 你看這樣子的部分 它的顏色就很適合 它有一個別名叫做 疼沒財 對 藝型補型 對 藝型補型之外 它其實就是 在中醫補腎壯的效果 其實是很好的 對 男生可以多吃 對 男生可以多吃 其實它裡面就是因為 精胺酸膏 精胺酸會變成所謂一氧化蛋 對 那一氧化蛋會讓我們局部的血管 充滿比較多 要講那麼白嗎 會不會被剪掉這樣子 我以前根本不會想要吃牛棒 所以剛剛吳師傅 他那一碗都在挑這個牛棒吃 其他的都沒吃 了解… 是不是 就是我痛不 對 好 來 頭的部分把它剪起來 這個比較嫩 剛剛這邊叫你不要拔掉的原因就是 其實這一段部分 纖維質比較厚 可能會覺得它口感不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切小段就好 怎麼那麼亮啊 這個爐水 這樣就不會浪費掉了 有時候這些纖維質 粗的纖維質也是要吸收 就把它拌進來 顏色就很好看 好 這一切就可以來排盤 這邊一樣就把它拌進去 好 哇 就撈一撈 這太健康了 這道菜如果喜歡吃肉的人 它要怎麼加一點肉在裡面 喜歡吃肉的人 其實你可能就要變成熱菜 變成熱菜 對 因為你如果肉的話 你把它烹調在裡面炒香的 再把這些東西加進去 如果把它放涼了 它口感上也是會不好 會太硬 所以這道菜如果沒有放Lucent之前 它如果吃不完 是可以冰冰箱的 對 OK 沒錯 來 它不會說隔夜菜不好 不會 那最適合我做 對 這個其實可以當常備菜 一個人 一個人煮這樣 對 為什麼餐廳都沒有這種菜 餐廳的部分 大部分還是以 比較注重銷售為主 有啦 吳師傅快要開餐廳了 是嗎 就會有這一道了 對 不過沒關係 我們餐廳我們可以放那道菜 剛剛那個鳳梨 什麼叫 什麼叫 什麼叫我們 蘇美 應該沒有人會點 你們開 你們店名可以叫做 真大膽 你懂得大 來 夠膽吃 就讓你活著走出去 有膽你就來 這個味道都主要是 就是 要平一點點 太美了 所以帶一點點的七味辣椒粉 我一定要叫我姑姑看這一劑 哇 因為我剛剛在想說沒有紅的 對 就放上辣椒粉那個 化龍點睛效果就出來了 真的 哇 好美 太動 看起來就很好吃 好清爽喔 哇 哇 那七味粉 用的真棒 要人命 好好吃喔 它龍舌好嫩喔 好吃 其實閉的眼睛是不像牛棒 像筍絲有沒有 對 而且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在裡面甜味 有肉味耶 因為是牛棒的關係 因為是牛棒的關係 可是有肉氣味粉的關係 真的 七味粉本身它的味道 會讓你產生說 它有肉香味 好好吃喔 那牛棒最重要就是 我們剛剛已經就是把它 跑成薄片 所以每片薄片 它在吸收味道的時候 速度非常快 真的非常的好吃 那你也不用說 用大量的什麼醬油 一直去滷它 它才會入味 滷很清爽耶 吃到了 好吃 教育姐現在有脹氣嗎 好像沒有脹氣了 沒有 我都忘了 沒有 忘了 忘了脹氣 但沒關係 也許觀眾朋友現在剛吃飽飯 有一點脹氣 我們的彭醫師要來教大家 你在家裡面怎麼樣 用三分鐘 來自救消氣按摩法 歡迎彭醫師 好 今天來教大家 三個消脹氣的穴道 第一個在我們的手 我們把我們的手腕 這邊往上舉 這邊有一個穴道叫做 手三里穴 那這個三里穴 它其實就是一個 心包鏡的穴道 那我們可以把手 放在這個腕和蚊上 三指的位置 它的穴名叫做 內關穴 內關穴 是中醫裡面 十種穴裡面的其中一個 俗稱內關心胸胃 所以你有一些心臟的疾病 容易心悸 或者是容易腸胃 不是容易打嗝 或者是瘴氣便秘的話 我們按這個穴位 效果都非常的好 我們可以用力 會有兩根筋的中間的這個點 用力按下去 三個指頭 這個橫紋 第一條 我又打嗝了 你好明感喔 我又打嗝了 我們可以把手用力 這個第一條橫紋嗎 對 好 三指 三指 然後我們用力的時候 它會有兩條筋 我再來幫妳按一下 這樣用力 用力 用力按 好 這裡有兩條筋 好 放輕鬆 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我們的內關穴 內關心胸胃 如果會瘴氣的時候 我以為是在這裡 上岸這個穴位 對 而且它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中指 它是同一條心胞的肌肉 所以我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穴道 就叫做饒宮穴 饒宮穴的找法非常的簡單 我們手握拳的時候 它在我們的中指所對到的 這個掌心的這個位子 一般我們刺激的時候 就是擊掌 像這樣子 兩手擊掌 就可以按摩到我們的饒宮穴 可是這樣人家油 要跟它打架 妳來... 上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揉一揉手 我就可以消除脹氣 我就是一直在脹氣 一直在打嗝 就對了 上這個節目 然後我們可以換手 這樣子可以再打嗝 脹氣消除 這是可以消除脹氣 消除脹氣的方法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很常見的核骨穴 核骨穴 它幾乎可以治百病 它是我們大腸的肌肉 從我們的食指沿著我們的指縫 所以我們取穴的時候 四肢要併攏 併攏之後 我們的大拇指很輕鬆的 跟我們的這個拇指合起來 然後我們的手心要向自己 按的時候我們的大拇指 由外側往我們的小指的方向 垂直的按下去 會酸麻到手 會酸麻到十幾個位置 這也是致痛 很多痛啊 這三個都是消脹氣 致痛啊 那哪一個最有效 如果三個都消脹氣用 選一個就好了 三個一起做效果會最好 三個一起做 然後這個經過 因為是大腸的經過 如果你是因為便秘排便不通的話 它可以讓你的氣往下 然後再加上這個 剛剛的內關穴 整個配合起來 你的脹氣就可以消除了 一天就做三分鐘就可以了 三分鐘左右手都要做嗎 左右手都可以做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會 先按一下內關 先按這裡 然後再擊掌勞工穴 擊掌勞工穴 然後最後再按一下我們的 河骨穴 這兩個是氣的心的這邊 超酸超酸 謝謝彭醫師 這三個穴道